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就看到他这个表情 超好笑的 你在笑什么 就被开心 他想说 哈哈哈哈 我儿子终于长大了 我终于不用照顾他了 好轻松 好没有啦 我想我们上期时算是一个好爸爸 虽然说他是个单亲爸爸 人家非常努力在照顾他儿子啊 他到底在笑什么 我以为是电视有什么好笑的 结果他根本没有看电视 所以你拿去遥控器倒要干嘛 你在遥控你的垃圾桶吗 现在你家店都非常进步啊 好吧 我今天觉得表情好可爱啊 超好笑的 那上次啊我们的小黄金 就是上的儿子他长大了 长大成青少年 长成这个样子啊 那你们有人说他长得 超像什么黑道 这个装扮老觉得 你们说他长得像什么黑道 然后他爸上反而像他的小弟 我觉得描述的好贴切啊 超好笑的 不过其实啊我们这样仔细看 我们小黄金的五官其实很帅气啊 虽然说长得跟他妈很像啦 对不对 我不是爱骂人 对跟他母亲很像 可是我们这样看呢 其实有点帅啊 对不对 好像还不错 那我们今天帮他重新打扮一下 重新改造一下 看会变成什么样子咯 好期待 我们的小黑道老大要没啦 唉好可惜 要先来拍照一下吗 好吧 在我们帮我们的 我们的小黑道老大改造之前 然后跟他爸先拍个合照好了 留个纪念 那小卢顺我知道你不舒服 我们今天一定会带你去看医生 一定会的 我们先跟我们的小黑道 正超像的 正超像 虽然是他的小弟好好笑 好好笑 好拍照 哇 这样看根本是 南版的沙穴 超像他妈妈 超扯 好这样喔 拍个五张 他笑的时候超像他妈妈的 那不笑的时候还好 好 我们先来帮我们的 小黄金改造吧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小黄金 把眼睛拿掉好了 这个眼睛 我们看不清楚你的脸孔啊 长这样 感觉有点babyface 有点babyfat 可能这个退掉之后会更像他爸爸 虽然说还是有点可惜啊 为什么他长得 没有跟霜比较像 对我不是嫌弃你小黄金 绝对没有 我们超爱你的 我只是想说啊 我觉得很可惜啊 因为小黄金是男的嘛 所以说如果他长得像他爸的话 应该会超好玩的 比成这种迷你翻版 会超有趣的啊 不过他长得像他妈妈 这样都让我想要让霜再生一个了 怎么办霜 能再生一个吗 可是我们要找谁生 难道我们要找我们的鼻友吗 其实老实说啊 霜跟他鼻友 也算是 有点感情嘛 算是没有见识交往啦 还是我们要让霜跟他鼻友再生一个 你们觉得呢 我好想再看一个小孩哦 我很想要看一个迷你迷你霜啊 一个超好吃的 好那我们看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的小黄金 他改造前的样子 其实长得一岛人才 除了眼睛之外 那个眼睛太太老气了 除了眼睛跟裤子之外 还有衣服之外 还有 好鞋子还可以啦 袜子有点复古 学校长得还可以耶 对不对 以模拟市民先出来的人物来说算好看哦 好那我帮他重新打扮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哦 看会变一个小帅哥呢 好那我们回来了 这个是我们小黄金 改造之后的样子 我帮他剪了个头发 然后去直眉毛染眉毛 然后带了个影子眼镜 稍微画点妆 大概这样 这种感觉啊 小黄金有baby fat耶 超像他妈妈的啊 真的是女版沙雪啊 我的天啊 不过感觉 换个眉毛之后 看起来比较 没有那么沙雪了 要不然原本感觉 其实 如果不讲的话 也有可能是女神 然后帮我穿了个耳洞 带了个耳环 穿了一些耳洞 对了 这个耳环 是我自己做的自定物件 小自豪 好没有啦 这个是我蛮久以前做的 只不过后来 我比较没有空 就没有再做新的 那我之前也有做过影片介绍 跟大家说怎么下载 基本上就是放在我的网页给大家下载 所以说网页啊 我后来发现 我真的 很没有空去更新啊 所以不知道未来 我还会保留那个网页 我要考虑一下 那小黄金的发色 帮我保留了他原本的金色 因为他身色也就是金色的嘛 所以我们帮他保留金色 虽然说啊 我一度很想帮他染头发 可是我还想想算了 我们还是保留他眼色好了 那我们小黄金的衣服 我都尽量帮他保留青少年的可爱感觉 因为他也不是成年人嘛 还是青少年 所以我想尽量保留他的可爱感 然后带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叛逆感嘛 可主要还是可爱啦 好 接下来第一套日常服装 这个是猫狗资料片衣服 绝钞衣服蛮好看的 可之前很少机会用到 然后再来第二套 第二套是这个 比较基本的貓梯配T恤 也是休闲感 带点可爱感 然后第三套 这个是 呃 都市生活资料片吧 的一个 算是棒球外套吗 运动风外套跟T恤 还有牛仔裤 我突然发现啊 好像几乎我每个青少年男生 都给他穿过这件衣服啊 是不是 好 那第四套 第四套来这个 这个是生儿育女资料片的上衣 这个是一个 迷彩的牛仔外套 我觉得还蛮适合他的 然后正式服装 正式服装 弄一个比较没那么见识的西装外套 然后配个T恤 然后我们的运动服 给他穿一个 这个也是无袖帽T吗 然后还有短裤 然后睡衣 给他穿一个 呃 无袖背心 穿个吊缸 然后派对服装 我又给他穿了这个 牛仔外套 我觉得这牛仔外套好好看哦 以前没什么机会用到 刚好感觉小黄金还蛮适合 然后配个棉裤 然后鞋子啊 我帮他保留了他原本的 他原本就是 先出来那一瞬间 就是转成青少年那一瞬间 他不是就是穿这双鞋子 配这个白袜子吗 那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 所以我帮他保留了 有点复古复古的感觉 然后他的泳装 简单的 一个蓝色泳裤 配蓝色的墨镜 然后夏天衣服 穿一个帽T 然后背心 然后还有一个 比较彩色的一个短裤 然后最后一套 这个是登记服装 我给他穿牛角外套 这个外套也是好看的 他也是猫狗资料片里面的 然后配牛仔裤 还有个简单的布鞋 大概这样 就是我希望保留他的 青少年的感觉 同时带一点点的帅气 一点点的叛逆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小黄金啦 哇 这样看真的跟 沙雪太像了啦 DNA怎么这么奇妙啊 我真的感觉是迷你版沙雪啊 超扯的 好 那我们让他带小黄金去看医生吧 来吧 我们的 我们的小黄金小沙雪 你的第一个任务 带我们的小卢筍去看医生 然后上顾家 没错 那么就出发咯 我们就带他去看医生 他病吵走了 我知道 好我们出发咯 脚不损乖乖 真的好像沙雪喔 快收不了了 太上了啦 我的天啊 有点 有点难以接受 不是说像沙雪不好 只是感觉 上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啊 那我们去扫极光检手 扫极光她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女性 她凭自己的努力 可以白收起扎开一家寿院 好我们到了 因为我把小极光的寿院 拉进来了 啊不过没有小极光啊 因为她是老板 可恶啊 想说可以看到 小极光帮我们看病多好啊 好可惜喔 她真的不在吗 真的不在耶 我好想念她 好啦算了 那我们来看吧 有东西卖吗 天啊没有卖东西了 我要我要换家 她没有卖那个橙物食品 橙物零食糟糕 好啦我们先让小极光转一下 我们让她看病 然后看完病之后 我们再 我们再去隔壁 隔壁有个比较 呃商业化的收益院 有卖大量的橙物食品 我们再去帮小极光 不是小极光 因为我取名字都是小什么什么什么 才很搞混 我们再去帮小蘆水买她的药 我们隔壁先可以买药 我们这里我们先帮我们的小蘆水 check in 像猪饭念一样 我们先报到哦 到我们收益院报到 然后等待轮到我们 怎么样 小蘆水在哪里 啊小蘆水不见了 只有一个兽医吗 我们不是请了三个兽医 其他人在哪里 哇 其他兽医在 在这里休息 然后小蘆水在吃人家的食物 天啊好好笑哦 小蘆水是病患啊 头上有这个patient 病患 怎么觉得膝盖 哇这边还有小子逛街 养的小刺猬耶 好怀念哦 我们来偷偷玩一下吗 好啦我们先跟小蘆水玩 好了我们不要玩别人 来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啊 哦怎么了小蘆水不喜欢我们 小黄金吗 他们还不是好朋友啊 真的 好那我们 呃问他怎么了 其实很明显啦 我们知道小蘆水病了不舒服吗 我们还是关心他一下 不要难过 我们在医院啦 等一下要轮到你看病了 没事没事的 怎么那么慢啊 黑星星轮到我们了 轮到我们了吗 哦对耶好像轮到我们了 对哦换我们看了 好来吧 我突然发现啊 左箱子有多的这个 告诉你你的看病的进度啊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对吧 不知道哪个字更新新增的 哇小卢神自己看病了 怎么这么英勇 我们当然要陪他的啊 过来吧过来陪他 我们看一下啊 他怎么样帮我们的小卢神治疗呢 乖乖的不用怕啊 小卢神今天在这里陪你 哇这个兽医其实还不错啊 他还是哄叫我们小卢神的 给他是狗饼干 然后怎么 哦他问我们说 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程度的治疗 我们要对基本的还是贵的 还是不治疗 基本的是150元 然后给他带那个羞耻圈 然后贵的是750元 超贵的啊 怎么办小卢神 我们是剪破烂的啊 我不是啦 我们是大盗 大盗家族 我们可能不能花大钱啊 虽然说其实啦 我们蛮有钱的 我们有十几万 我很想帮小卢神用那个750元治疗 可是啊 我想给你们看一下带手指圈的样子 因为我觉得太可爱了 小卢神乖乖不用担心 带个带个那个喇叭 你的病就马上 哇 是不是超可爱的 大家看 小卢神在心里骂我 想说可爱什么可爱 真的可爱啊超可爱的 哇小卢神没事乖乖 病好了 终于不是蓝色了 哇他想上厕所 我们叫他去上厕所 然后等一下带他去隔壁间 买药 先去上 诶等一下 这个不是 Jenny吗 他是谁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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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上 就是小卢神的爸爸的 的 的暧昧对象 对 那在我们小卢神成长过程中 因为他妈妈不在嘛 所以有的时候是 Jenny过来陪伴他的 所以其实他应该还算 喜欢Jenny吧 还算 对 可能像是一个朋友啦 不一定会把他认为是 妈妈 对 可能就是朋友 就是一个可敬的长辈 这样的概念 哇 Jenny养猫咪 就是他养的猫咪 好可爱 好吧 Jenny你要跟我们去隔壁一起 看病吗 这样都遇到了 我们看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 好了 我们找Jenny去隔壁哦 找他一起去 买药 好那么到了 到隔壁街 我们来 买药 来过来这里 这里有超多药的啊 这里是比较商业化的兽医院啦 我们刚去那个小机关 开的是比较人性化的 比较亲切 对 走的路线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买一下吧 我们多买一点药哦 要不然小卢神感觉很容易生病啊 他有超多种药可以选 都不同工业 我们直接卖可以治病的哦 这个红色的 这个红色的 可以治病的 我们买个100个嘛 没有那样太夸张了 我们买个 10个好了 好吧小卢神不用怕了 以后你就没事了 不用再怕神病 我们也跟小卢神玩一下 小卢神乖乖你超棒的 今天看病好乖 都没有乱叫了 超长的 一般乘物在看病之后 不是都会很惊慌吗 然后就会大吼大叫 小卢神超乖的啊 通常乘物看病都有两种嘛 大吼大叫或者是疯狂发的 然后一句话还不讲 其实这样看了 有感觉 他有点上的影子 有没有 这些角度 然后这样看就下雪 不同角度不同感觉 果然是他们两个孩子啊 有的时候这些感觉啊 游戏里的DNA非常奇妙了 都不能乱生孩子了 你可以抱抱小卢神吗 不行啊 哦因为 小卢神头像有这个喇叭 所以我们不能抱他 好吧 那我们跟Jenny聊天 Jenny你在哪里 Jenny走掉了 真的啊 我在这里啦 我们跟他聊天一下哦 我们说嘿你看 这个是我新买衣服 新配衣服 你喜欢吗 你喜欢我的可爱白色袜子吗 小时候啊 你们还记得吗 他们一起打那个雪橡了 超温馨的 怎么样 Jenny 你还认得我们小卢神吧 长得超快的啊 哇 我们小卢神还给他看 他拍照片呢 小卢神说你看 我最近跟小卢神拍的合照 跟我爸拍的合照 给你看一下 知道这个 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跟我爸来往啦 你们最近怎么样 那我们让我们小卢神跟他拍一张好了 好像不错 这也是沙雪 天啊 无论如何都会看到沙雪的影子 好吧 那我们小卢神病也好了 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喜欢按一个赞哦 会给我很大的鼓励 还有 不要忘记订阅 以及有订阅的话 可以开启铃铛 就可以收到同学咯 感谢收看 我们就 下下见 拜拜 我小卢神拿着一个 球耶 叫我们家玩耶 也太可爱了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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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